Hello大家过年好 这期视频发出来的时候应该正好是过年的前后 所以呢在这里先给大家办一个年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百事通通万事大吉 今天这期视频呢主要是因为我在北欧之潮下的一单 终于经过了一个半月 终于季到了 所以呢就迫不及待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然后也顺便分享一下我最近购入的一些其他的家居类的好物 首先呢来跟大家分享两个牌子的家居服 因为疫情一直在家嘛 所以好穿的家居服是必不可少的 那第一个牌子是这个来自Borden他们家的 那相信如果是家里面有小孩的 应该对Borden这个牌子并不陌生 它是一个英国的品牌 然后它的铜装非常的火 在国内也蛮火的 那这件家居服呢它是给成人的 对它是有专门的成人分类的 是这样子 我这件其实是我圣诞节的时候 这边朋友送我的一个圣诞礼物 但是收到之后我就是非常的喜欢一直在穿 它主要是它的料子穿起来非常的柔软很舒服 然后也不怕洗 这一点呢是百分之百棉的 但是它是那种比较厚的 里面像加了一点点融融的那种感觉 所以呢在天气稍微凉一点的时候 它也是很保暖的 就是穿在身上你没有觉得穿得很厚 但是保暖性能也很好 看一下细节呢 应该能看得出来啊 它的这种材质是比较偏厚的 然后它这边都有包边 是天鹅绒材质的一种包边 包括这边口袋这里 另外呢它的扣子 扣子呢在这儿 都是用同样花色同样材质的布给包起来的 袖口这边的样式是这样的 它的裤子呢前面这个抽绳 也同样是这种天鹅绒材质的 两边这里是有两个口袋的 那这件呢是我昨天晚上刚刚用洗衣机洗过 然后烘干机烘过的 可以看到它就也没有什么褶皱 所以是非常好打理的 穿起来又很舒服又很保暖 所以这个Borden的顺衣家具服很推荐 那第二套家具服呢是我们的一个 我排是来自内外他们家的一套家具服 那这一个它就材质会薄一点啊 它是53%的棉47%的莫黛尔 他们家的家具服呢我也特别的喜欢 像刚才Borden它的款式 大多数都是那种花色比较会繁杂一点的 然后内外的就是比较简洁一点的 他们家的衣服呢就是兼具了穿着的舒适感跟设计感 所以我特别喜欢 还是来看一下细节哈 它这边这个V领是一个比较小的V领 不是那种深V的 然后同样扣子呢也是用同样材质的布料给包好的 这边口袋这里它上面有一个小刺绣 但是我不是很清楚这个是一个什么标志 另外呢它袖口这边蛮好看的 你看它是做的这样一个 有点像花瓣一样的感觉 这个袖子呢你可以把它就不用全翻过来 不翻过来就是这样的 另外一边的袖口呢有一个刺绣是内外Petite的刺绣 另外呢它整个这个版型就是有点像一件衬衫一样 你看它的侧面这边是有一个凹进去的开口的 背面呢可以看到这边是做了一个有点弧度的分界线 就很像衬衫了我觉得 裤子呢这边是松紧的 同样还有一个抽绳 两边也是有口袋的 那这件呢因为材质比较薄 所以看到就正常的洗完混过之后 还是会有一些些的褶皱的 不过我觉得我不是很在意 因为就在家穿嘛 舒服我是第一位的 另外顺便说一句 他们家的乌痕内扣也很好穿 他们家在美国呢是有美国的官网的 我就是在美国官网直接下的单 然后家居服我看是从国内寄过来的 不过寄的也蛮快的 应该是不到两周就寄到了吧 而且他们家在holiday的时候也是有打折的 我上一次去看的时候 好像有关于新年的一些活动吧 最近没有再去看 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呢 可以去他们的官网看一下 好接下来终于要说到 我在北欧之朝下的这一单了 北欧之朝如果你们对这个网站不是很熟悉的话 它主要是能买到一些欧洲品牌的一些餐具啊 家具啊一些 反正就是居家类的东西吧 那我这次买的一些品牌呢 都是已经算比较火的一些品牌了 就不是特别小众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拉近一点啊 这样比较方便展示 首先呢来给大家看一个咖啡杯 对这个是我买的是一对来着 它是来自Merry Michael这个牌子的 它是一个芬兰的品牌 然后呢他们家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 英素花 他们家的常规款的话 都是比较会鲜艳一些的颜色 各种颜色像彩虹一样 什么颜色都有 然后我今天拿的这一个那是酒红 然后搭配金色的 这个是2021年的圣诞限量 另外呢跟杯子它还有配套的一个碟子 我来打开拆一下 我在网上看别人买 他们买的杯子也是有盒子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寄过来 杯子是没有盒子的 然后这边小碟子是有盒子的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小碟子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这两个小碟子的样式是不一样的 虽然两个杯子是一样的 但是小碟子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白花 一个是酒红色的花 但是都非常的漂亮 那一套就是这样的 我好喜欢啊 自从我们家买了咖啡机之后呢 我就入了这个咖啡杯的坑 其实我以前也蛮喜欢收集杯子的 以前最主要是收集星巴克的那个城市杯 反正我们家杯子还不少 有机会的话给大家再做一期视频 那这个杯子的容量呢 也不是特别大 是200毫升的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就喝咖啡啊 就喝茶刚好 因为我喝太大杯的咖啡 我喝多了会有点容易恶心 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如果喝espresso浓缩那种 就刚刚好 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呢 就是如果你的碗啊盘子 或者杯子上面有这种金色的 就用洗碗机的时候 尽量不要用洗碗机洗 因为洗久了 它这种金色就是会掉的 那这就是这一对咖啡杯 好漂亮啊 接下来呢 我买了两个这种 比较有深度一点的盘子 因为在美国这边 很多盘子都是很平的那种 就有时候你做的菜 汤多一点就会容易撒出来 所以就买了两个 稍微有深度一点的盘子 那这个盘子呢 是来自Arabia这个品牌 它也是一个芬兰的品牌 这个系列呢 叫做24小时系列 看一下这个细节图 他们说这个蓝叫做复古蓝 然后它是有一个渐变的颜色 看每一朵花瓣底下浅一点 上面会深一点 然后这每一个花瓣 都是手绘上去的 所以呢 它并不是像机器做出来的那种 每一个花瓣都看起来一模一样 蓝白配色呢 也是瓷器当中非常经典的搭配了 因为就非常的很干净 然后很百搭 这个盘子我们已经成过一次菜了 我老公特别喜欢 说下次呢要再买两个 另外同一个系列呢 不是我这次下单 是我上一次买的 是一个这种大碗 这个碗吃面啊 喝汤什么的特别棒 而且它的质感很好的 我这个碗平时就 用洗碗机里面洗嘛 然后你们看 现在还是很有光泽的 颜色很鲜亮的 用这个完成一碗汤面之后 顿时我感觉这个汤面 身价都翻倍了 另外呢 还有同一个系列的咖啡杯 这个我也超级喜欢 我经常在用的呢 好好看啊 可以看到这个杯子的容量 就比刚才Merrymeco那个要大一些 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杯咖啡 都可以选一套自己喜欢的杯子 真的是一件非常 非常幸福的事情 接下来还有几只杯子呢 我们来说这个 这个是来自Itala这个品牌的 然后他们家非常有名的 急冻杯系列 Itala呢也是一个芬兰品牌 这样说起来芬兰真的 怎么这么多 这种非常有名的 做瓷器的 做玻璃的这种品牌 我买的这一套呢 里面是一共有四只杯子 这个品牌应该特别好认 它的标志就是一个这样 红底 然后白色的一个像 一个I 对一个I 这个品牌呢像我刚才提到 它是芬兰的品牌嘛 然后它就是以做玻璃器敏而著称的 哇 好像啊 这个就是急冻杯 它上面有不同规则的花纹 然后底部呢是做的像水滴 滴下来的快要滴下来的水滴的那种设计 它为什么叫急冻杯呢 就是因为它这个设计 你倒一些果汁啊或者是酒进去 就是比较有颜色的 它会整个看起来很晶莹剔透 就好像是一杯子冷液 像从冰箱里刚拿出来 然后还有着一些冒着凉气的那种感觉 这个杯子呢如果是在灯光下看的话 会更加的晶莹剔透 它也有不同大小了 然后我这个是相对小一点的是280毫升的 但是我觉得平时就是喝点果汁啊喝点酒 已经完全够用了 再来呢我买了好几只很火的花瓶 首先一个还是说这个 比塔拉他们家的非常非常有名的 湖泊花瓶 那我买的这个它是一个套装 你看它是有一个大的跟一个很小的 然后它是有大的跟小的两只 我们就来看这个大的吧 因为大的是最火的一款 湖泊花瓶呢 那就是因为它这个切面看上去 像一个这种不规则的形状 像一块湖泊一样 那也是因为它有不同的弧度啊角度 所以你平时花放进去的时候 它会呈现出不同的姿态 那这个湖泊花瓶呢 它还有不同颜色的 我记得有墨绿色的有蓝色的 但是我这个就是最普通的一种吧 透明的 但是呢也是最容易搭配的一款 不管上面放什么颜色的花 都是很好搭配的 我真的是还蛮喜欢买花的 因为好看的花 会让我瞬间心情特别的绷悦 下面一个呢 这个肯定你们也在很多地方都看到过吧 这个是来自Jonathan Idler 它是一个纽约的设计师品牌 他们家的一款 叫做冰淇淋画瓶 它造型呢就是这样一只手 拿着一只冰淇淋的甜筒 然后上面好像还有 巧克力还是什么呢 就留下来的感觉 它这个花瓶我记得是有两款 有一款是上面没有这种金色的 流金感的 就是一个纯白的 然后我这个呢是有流金的 但其实它跟我想的有一点不一样了 就是你看它这个流金是有一点像绣掉的那种很破败的流金的感觉 有点金属感的那种 你看这一圈就有点像被磨过的那种做旧的感觉 它整个这个白色的瓷器部分呢摸起来都是非常的光滑的 但它其实蛮小的 我更喜欢把它就作为一个摆设放在那里了 因为你看跟我的手艺比就这么高 那这个呢就是一款非常有特色的 非常能抓人眼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装饰品 还有最后一只花瓶呢是来自现在非常大好的一个品牌 叫做George Jensen 我买的是他们家叫做Bloom这个系列的一个花瓶 这个品牌是一个丹麦的品牌 它成立于1904年 然后至今呢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了 我不去查的话我不知道 因为他们家的这个作品出来都是还蛮现代的一个感觉 就很难想像它已经有那么多年的历史了 那George Jensen他本人的经历也是蛮有趣的 他是在14岁的时候就去做了学徒 后来创立了自己的品牌 哇 我有点不是很敢拿它 因为我怕一碰就有一个手艺了 还好诶 没有什么印子 就是这样一个像花朵形状的一个花瓶 它的灵感是来自于花朵绽放的瞬间 所以叫做Bloom 很漂亮 然后材质是不锈钢的 那这个品牌之所以非常有名的原因就是 它可以把不锈钢这种材质做得非常的有高级感 然后非常有流线感 并且呢可以看到它这个光泽 太漂亮了 我原先以为不锈钢的可能会不太好搭吧 但是其实它跟木头的桌子啊 跟玻璃的桌子啊都还挺大 它一共有三个号 有一个小号 然后我这是中号 还有一个是大号的 我感觉中号现在好像在美国不是很好买 我之前有搜过一下 就感觉美国到处不管是官网啊 还是一些百货的网站 都搜不到中号的 然后我在北欧之朝看见了 就赶紧把它给拿下 它外面是非常有光泽 但是它里面是那种磨砂感觉的 就是没有经过打磨的那种 可能这样更容易 就更实用吧 因为你要放些水啊 放花啊什么的 还有一款花瓶我也特别种草 就是底下是一个大肚子的圆圆的一个花瓶 等以后有机会再慢慢收吧 以上呢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些 我最近购入的家居好物了 那这场疫情呢真的是改变了很多 我们的生活方式 家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实际上呢给家里面增加一些 这种赏心悦目的家居小物呢 真的会让我们会比较有幸福感提高一些 除了辛苦的工作搬砖 除了辛苦的养孩子 我们还是更应该给自己精神上面 多一些愉悦的感觉 希望你们喜欢我今天的这期视频 然后记得去关注 订阅点赞留言转发 就这一系列吧 我是小雨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